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广州京县最牛追星现场 白发大野出动钓鱼竿追星迪丽热巴 近日 迪丽热巴现身广州某广场 出席某酒类品牌宣传活动 活动开没开始 粉丝就已经集满整个广场 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不为过 足见迪丽热巴的人气和魅力 热巴出现后 现场即响起一阵阵尖叫 粉丝们激动不已 迪丽热巴也很热情地和粉丝们挥手致意 微笑打招呼 还不识比心 也是很可爱了 当天活动现场 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在一片手机和相机的拍照人群中 惊现一根几米长的杆子 杆子顶端居然绑着一台照相机 这个杆子在整个活动现场 仿佛鹤立基群般的存在 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杆子的主人居然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 嗯 说白发苍苍似乎也不合适 因为白发是真的 但并不苍苍了 不知道这位老大爷是替家里的年轻人追星呢 还是自己喜欢迪丽热巴 活动中 主持人问迪丽热巴 今年有实现什么心愿吗 他说 替妈妈办了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小型生日party 嗯 百善孝为先 我们热巴人美心善 而说到明年有什么愿望 他说 希望吃更多没吃过的东西 认识更多不认识的人 好吧 迪丽热巴吃货人设永不倒 活动当天 虽然热巴上身穿了一件疑似皮草 但一身高开插裙装 应该也是挺冷的 偶尔看到热巴有搓手的小动作 默默替他感到寒冷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